2018年的西門燈會已經過了這麼久 結果我的影片還沒有剪出來啊 今天把影片剪出來帶你去看西門燈會喔 嗨我是羽衣之兔 歡迎回到旅遊的時間 2018年的西門燈會 都已經過了這麼久 結果我的影片到現在都還沒剪出來 所以今天趕快趕快在室內拍攝一下 開頭跟結尾 然後帶你去看西門燈會 不好意思 想說那麼多youtuber都拍了 所以我想說這個影片可以晚一點 再上沒關係 所以就晚一點剪了 就先剪我比較覺得有興趣你們會看的 所以西門燈會就拖到現在啦 I'm sorry 再去看西門燈會之前 解查一下你訂閱了嗎 嘿 旁邊的鈴鐺也不要忘了喔 才可以即時接收到我頻道的最新更新 那也不要忘了給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我們就知道你喜歡這樣類型的影片 我就可以製作更多這樣類型的影片喔 好 去看西門燈會囉 喔 要說的是 因為它的距離距離是還蠻遠的 所以我沒有以錄影的方式 我都是以拍照的方式 所以這次的影片的呈現會比較屬於是 幻燈片的那種感覺 希望你會喜歡 那去看喔 去看喔 那麼旁邊的影片 就是我們也可以找到 那些影片 就要在影片中間 然後就要在影片中間 要有想到 可以嗎 可以嗎 來 每個影片 都要來 我們會看到 哪些影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就在FB發文跟在LINE上面發文說 為什麼狗年會有皮卡丘老鼠 可能是因為今年是寶可夢的年 今年寶可夢非常的紅 所以就有寶可夢出來吧 看到好多的小朋友啦大朋友啦 都擠在那邊跟皮卡丘拍照 而狗狗組的那邊拍照的人並沒有很多 就是大概都是為了皮神去的 皮卡丘皮神去的 那其實這次的燈都非常的很有創意 也非常好看 因為我們怕太急 我跟我媽去嘛怕太急了 所以啊我們都是大概下午去 那其實下午就還蠻多人的了 然後在那邊拍照 但是燈會這種東西還是就是晚上看 會比較好看 我有看到黑仔熊他的直播 人超多的 我還真的很慶幸說 我沒有這麼晚去 要不然大概光是走路 我就會在那邊發脾氣了吧 所以還好我有提早去 那也讓你不一樣的感覺 那有興趣的話 可以 2019年的燈會吧 對不起影片真的太慢出了 在過年的時候你有去哪個燈會玩嗎 欸那個燈會好玩嗎 欸你推薦我去嗎 可是我在明年2019年的時候 搞不好就會去 雖然有點困難啦 不過你也可以告訴 他到底哪裡好玩呢 那如果你有什麼想法和意見 或者是希望我去哪裡玩 或是拍怎樣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在下方留言 跟我互動互動喔 好那今天影片就這樣子囉 影片都結束喔 如果你還沒訂閱的話 趕快點擊訂閱 旁邊的鈴鐺也不要忘了喔 才可以及時接收到我頻道的最新更新 那也不要忘了給我一個點一個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看我下次用怎樣的影片來記錄生活囉 掰掰